白露的骨骼美和赵露丝的肌肤美,如何展现出各自不同的魅力? 在一帧令人着迷的照片中,29岁的白露和25岁的赵露丝发现自己在同一画面中, 生动展现了骨感美和皮肤深层美之间的鲜明对比。 微薄之夜这一备受瞩目的盛世,是娱乐行业中曝光度极高的一部分。 伴随着名人宣告的前奏,吸引了观众的关注。 红地毯上的造型和互动时刻更是抢尽风头,使之成为一夜难忘的盛宴。 白露,在微薄之夜展现出成熟而优雅的氛围。 她注重突出的高颧骨和清晰的面部结构展现出精致的魅力。 搭配时尚的香港选美风卷发,与她的气质完美搭配。 深色眉毛和眼妆与她的发型协调搭配,简约而巧妙的妆容展示了白露的优势。 相比之下,25岁的赵露丝散发出年轻可爱的外表。 她采用柔和朦胧的底装,呈现出娇嫩而清新的形象。 明确的苹果肌凸显出圆润可爱的氛围,展现了她从稍微丰满的身形转变为完美身材的惊人变化。 除了外在魅力,赵露丝在影评上的乐观个性和多才多艺,无疑提升了她在粉丝心中的好感度。 白露和赵露丝都成功地从在线名人转变为主流演员,各自在行业中找到了独特的定位。 白露的美在于她的骨感,使她擅长各种大胆的妆容风格,而赵露丝的皮肤美使她适应更为自然的妆容。 两位女演员都在推动浪漫和青春题材剧的流行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。 尽管两位女演员的面部美感各异,但在微博之夜的合影中,白露和赵露丝展现出了优雅与魅力的和谐融合。 白露的成熟典雅与赵露丝的青春魅力无缝搭配,创造了一场视觉盛宴。 她们相似的职业轨迹和成长经历更凸显了两位女演员之间的默契。 当粉丝们回顾这个夜晚的时刻,一个问题挥之不去,你最喜欢白露和赵露丝的哪部作品? 两位演员在微博之夜的共同亮相,无疑在她们的粉丝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,引发了关于美丽、才华和中国娱乐世界的热烈讨论。